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航 现在呢 咱们在华强北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来看一下相当的惨淡呀 这种美版日版的话基本都是空空如也呀 没有人也没有机器 最近的话这个国外疫情是比较严重的 货也过不来 相对比之下呢 这个国航的资源机呀 来看一下来 该说是相当的充足呀 特别是这个苹果11以上的机型 不管是什么颜色 什么内存 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卖美版的话都不做 都去改卖国航的资源机了 货源又充足 量又大 而且的话这个价位的话跟美版的话也差不多 你像这个这一台12泡罗美格斯国航的全新资源机 也才拿过的话也才6点7左右吧 你美版的话也也是要6点34左右吧 差价都非常的小 而且这个是全新没有使用过的 他能不香吗 至于这个资源机的话 它是好还是不好 咱们的话就不做更多的评价了 这的话懂得人都懂 之前的话 这种机器可以说是根本没人要的 看都没人看 这一台呢就是国航的全新资源机是咱们下午拿回来的 这种机型的话 你在我的社交圈里面是根本都看不到的 总是我是不会去 给你推荐的 所以说是你找我 你说我需要一台二航 你就帮我找一个这个国航的全新资源机了 可以 我可以去帮你拿一台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主主动说是给你推荐啊 你拿了资源机吧 我不会给你推荐的 这个的话 然后就不多不多说了 好还是不好的话 咱们都是 差不多会都有所了解了 毕竟的话 现在网上什么 呃 某阴呢 怎么某款是吧 中心还是非常主 非常的泛滥啊 只要好不好的话 咱们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那么问题就来了 来说这种是这样一个话 咱们是出还是不出呢 客户下下单一台美版的12包的妹子结果的话 美版的没有货啊 品质高的没有 那怎么办 国航这样一个话的学质是有货还多 品质还高 各个都是充心的 该的话是100的 它以后也出还是不出 你不出的话 你准备饿死了 这不是没有收入啊 怎么办 但是你出的话 像是这种资源机的话 它的这个故障率啊 是比较高的 那么咱们是应该 营运没生意 营运倒闭 还说是应该随波逐流呢 你去 出这种国航资源机呢 欢迎发表一下你们的看法